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对香港连续两次青城大游行 网友表示 他们拼死努力 只是不想做大陆人 对于特首林郑月娥的道歉 香港民众并不满意 大专学界6月19号声明表示 如果港府在20号还没有回应民阵的要求 21号升级行动 香港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大规模反送中 法国记者朗格莱认为 如果北京让步 可能会引发大陆的骨牌效应 如果北京强硬 除了形象黯然失色以外 统一台湾也会受阻 他认为这场危机 无论怎么样都会改变华人世界 在不少人看来 香港的反抗恶法运动 这是自由民主制度与中国模式的抗争 确切地说是跟中共模式的抗争 而从林郑当局 以及她的幕后主使 北京这个被迫退让当中 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 可能会得到一些重要启示 在生死攸关面前 我们看到香港的年轻人当起了先锋 这是给人们的第一个启示 纽约时报称之为 年轻一代政治觉醒的开始 我们在视频中经常看到 年轻人在集会上 在分发着头盔和护目镜 当警察发射催泪瓦斯的时候 他们追上那些释放着烟雾的瓦斯罐 用水浇灭他们 两天前刚刚出狱的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对《玫瑰之音》表示 北京把一整代香港的普通年轻人 逼成了异议人士 16岁的高中生苏小青 经常问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 自己还能做什么 他参加了政府大楼附近的学生 罢课之后回家哭了一场 但他哭完之后告诉自己 必须站起来 努力团结更多的人 那年轻人使用安全的联系方式 不让中共获取信息 这个就是第二个启示 香港的年轻人吸取了 过去的抗争经验 这次不再使用社交平台 一直在示威抗疫最前线 27岁的菲一顿表示 大家都用Telegram通信 他说WhatsApp也能加密 但是需要电话号码 容易被警方锁定 Telegram大陆网友叫电报 这个是可以隐藏电话号码 还可以加密使用 上个星期大家知道 Telegram公司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 很严重的网络攻击 一度使软件瘫痪 那这也证明 中共对香港年轻人 使用的这款软件 有些无可奈何 没有组织协调 这是第三个启示 中国有句话 枪打出头鸟 但这次香港的反抗运动 没有领头人 这就让中共失去了准心 所以中共只抓了几个 扔石块的年轻人 还指控他说 这些人是暴动 同样在抗疫最前线的尼克表示 事先人们是没有任何策划的 所有相关的物资装备都是香港市民自发捐助 大家都是自发的 自愿的 每个人都带去一些应付催泪弹和胡椒喷雾的水啊 口罩啊保鲜纸等等必需品 大家都带 所以物资就有了 非常成功 香港的抗疫规模如此之大 却看不到任何的统一协调组织 美联社认为 这凸显了数字监控时代 民间抗争的一种新特征 跟雨伞运动相比 香港年轻人这次采用的不同方式 躲避了当局数字化的追踪 还有一个启示 香港各个阶层都在行动 不接受中共的中国模式 这让北京感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 而在所有阶层当中 精英阶层可能是中共最为顾虑的 众所周知 自由曾经使香港处在了不败之地 香港吸引许多外国人 包括中国大陆人 到那里去经商生活 正是因为它的自由价值观 实行着法治国家原则 那里有言论自由 网络不受审查 有不畏强权敢揭露 政界商界丑闻的自由媒体 这与中共统治的模式完全相反 这些导致了精英阶层们的担心 他们在香港的一切 可能都要因为中共的模式而失去 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被引读到大陆 接受对中共唯命是从的司法机关的审判 另外精英阶层还担心 没有自由 中共说了算的这个中国模式 可能会造成他们被大陆竞争对手 用莫须有的罪名给逐出市场 这种担心都在促使着他们必须尽快离港 同时带走自己的资产 曾任高盛大中国区主管 春华资本创始人胡祖六 对纽约时报表示 工商界和金融界对香港的未来深感担忧 报道指出 在香港的外国咨询师 投资者还有高管圈子中 担忧已经在静悄悄的蔓延开来 一位匿名的理台顾问表示 富豪们转移资产已经开始行动了 但没有人大张旗鼓 因为担心北京冻结他们的资产 尽管中共自称 中国模式比西方自由民主更优越 但事实证明 很多国际和中国企业 并不甘心接受中共的管控 法兰克福汇报认为 精英阶层对中国模式的排斥 这比学生抗议的作用还要大 世界报也指出 香港人捍卫自由民主制度 与所有人是密切相关的 中共想把它的模式推向全球 但却在香港遭遇到了坚决抵抗 其实自由世界都面临着中共的威胁 都面临着中国模式的问题 世界报呼吁 希望自由民主制度最终获胜的人们 应该密切关注香港 因为香港并不遥远 网友说的很直接 台湾人不努力将会成为香港人 香港人不努力将成为大陆人 大陆人不努力就变成了朝鲜人 美国资深参议员贾德纳指出 中共向世界扩大经济 政治和军事影响正在威胁着世界 美国和盟友必须联手 应对中共模式的挑战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